在科技的前沿领域,人类与机器的融合似乎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遥远想象,而是逐步成为我们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马斯克和他的Neuralink团队,作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正在不断刷新我们对未来科技发展的认知。 他们的目标是将人脑与先进的电脑技术无逢融合,为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 最近,马斯克宣布即将进行第二次人类实验,这一消息再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期待。 第二次的人类实验将会是怎样?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展望如何? 下面,我们来一探究竟。第二次人类实验,期待什么? 自Neuralink成立以来,它就一直吸引着全球的关注。 马斯克宣布,第二次人类Neuralink手术将在未来两周内进行。 这笔最初预期的6月完成第二次实验有所推迟。 延期的原因是,原定于6月24日在巴罗神经学研究所进行的手术候选者退出。 根据巴罗执行厂Michael Lawton的说法,退出是由于与大脑植入手术无关的健康问题。 与首次实验相比,这次实验将使用升级版的Neuralink设备,与是在技术和应用上都将有更大的突破。 Nolan Parbo,第一位人类实验者。 Nolan Parbo,作为Neuralink的首位人类实验者,他的经历无疑为这一领域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信心。 在2024年1月底的植入手术中,他成功地接受了大脑植入物,并在术后迅速恢复了正常生活。 Nolan没有出现任何手术或植入物的不良反应。 在最初几周内,Neuralink的N1脑机界面让Nolan浅透过思考就能控制电脑滑鼠, 使他能够独立上网和玩游戏,这是他自8年前一次潜水事故导致瘫痪以来的首次。 这个成功案例不仅证明了Neuralink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也为后续的试验和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位人类实验者日常使用与表现。 Nolan积极参与Neuralink的研究工作。 平日每天使用植入设备长达8小时,周末每天使用时间可达10小时,总计每周使用69小时。 N1设备的电池续航时间为4-5小时,充电时间约为45分钟。 Nolan透过戴在帽子下的感应充电线圈实现快速独立充电。 Neuralink工程师确认,Nolan当前设备允许他一笔传统鼠标更快的速度移动电脑光标,速度以每秒比特、BPS为单位测量。 Nolan在第一天就创造了4.6BPS的记录,随后提升至9.5BPS,展示了显著的进步。 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尽管取得了成功,初次试验也面临一些问题,特别是植入Nolan大脑组织中的一些电机丝回缩。 这些电机丝对于Link设备检测神经元生物电脉充至关重要。 回缩减少了有效连接数量,但改进的软体演算法帮助恢复了Nolan的脑机界面能力。 回缩的主要原因有二,手术过程中产生的空气囊和人脑的自然运动。 Neuralink计划在未来的手术中透过维持正常或稍高的CO2水平来防止空气囊, 并仅在大脑表面的高点进行目标定位以确保更好的电机丝锚定。 第二次试验的升级版Neuralink设备 第二次人类植入将基于Nolan试验中的经验进行多项升级。 升级后的Neuralink Gen2设备每根电机丝上的电机数量将从16个减少到8个, 因为对电机丝定位精度的信心增加。 新设备还将包括不同长度的电机丝, 范围从4毫米到7.2毫米, 以增强稳定性和连接性。 Neuralink工程师相信, 这些改变将带来更高的频宽和更稳定的长期性能。 目标是让使用者能更快速、更准确地与电脑交流, 甚至实现数位心灵感应。 未来能力与愿景 马斯克对Neuralink的愿景远不止于当前的能力。 团队正在探索透过刺激大脑视觉皮层恢复视力的潜力, 初步动物试验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 它们的目标是提供类似早期电子游戏图形的低解析度盲视功能, 并随时间改进。 Neuralink也计划与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Optimus整合, 使瘫痪者能控制机器人的肢体, 甚至整个机器人身体。 此外, 使用者可以透过植入装置的蓝牙通讯控制电动轮椅, 大大提高它们的独立性和移动性。 需要多个植入物。 解锁Neuralink的全部潜力可能需要多个设备植入。 马斯克与Nolan讨论了第二个植入的可能性, 一是大脑的两个半球同时与计算机互动。 这将提供类似于双手控制的功能显著提升能力, 安全与隐私问题。 然而, Neuralink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 尽管它们在人类实验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但面临的挑战也同样不容忽视。 随着Neuralink能力的扩展, 安全和隐私问题也随之增加。 Nolan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提到这些问题, 承认可能被黑客攻击, 但指出当前功能有限, 风险也较小。 危险将随设备能力的增长而增加, 需要在开发过程中采取强有力的安全措施。 其次, 伦理和道德问题也是这领域不可避免的议题。 如何将科技发展与人类价值结合, 确保人类的尊严和权益不受侵犯, 是Neuralink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 未来的展望。 随着Neuralink推进第二次人类实验, 全世界都在期待, 渴望看到这项技术如何塑造人机互动的未来, 并为那些有残疾的人开启新的可能性。 Neuralink团队坚信, 透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伦理探索, 人脑与电脑的整合将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 在未来的发展中, Neuralink有望在医疗、教育、娱乐等多个领域实现广泛的应用。 例如,在医疗领域, 透过及时监测和分析大脑讯号, Neuralink技术可以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诊断疾病, 并制定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在教育领域, Neuralink技术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知识, 提高学习效率。 在娱乐领域, Neuralink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沉浸式的游戏, 让我们在虚拟世界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真实感。 总的来说, 马斯克和他的Neuralink团队正在为人类与机器的融合, 开辟新的道路。 他们的努力和成就, 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也为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未来的发展中, 我们期待看到Neuralink在技术和应用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